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 将家籍鱼用开水烫一下去掉表面的腥味 将鱼放入盘中待用 然后将火腿 肥猪肉 香菇切成花刀待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鱼的两面穿上刀 用精盐 料酒 味精 抹在鱼的身上入味 然后把火腿 肥猪肉 香菇放入鱼的刀口处 码好形状 将鱼放入盘内 在鱼身上放入姜丝 葱丝 在鱼身上放入姜丝 葱丝 在高汤内加入盐和味精 调好以后把高汤倒入鱼的身上 然后将鱼放入龙屉中 蒸十分钟后取出 把非常厚炒鱼 pic 炒勺内加面油 葱 姜炝鍋 放入精盐味精 料酒 胡椒粉 汤汁做好以后 将汤汁倒在鱼身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做这道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从鱼身的一侧切口 切口要小 以保持鱼体的完整 它的特点是 肉嫩肥美 口味鲜爽 油温度 油温度 粉味鲜 白糖 油温度 油温度 词汤 油温度 油温度